杜海涛和沈梦辰恋爱九年不结婚 却又多次告白无心 杜海涛到底怎么想的 杜海涛沈梦辰凭借女儿们的恋爱火速出圈 两人在节目中格外恩爱 杜海涛更是几次和准岳父敞开心扉 直接说到泪流满面 自公开恋情就不被网友看好 硬生生走了这几年 大家看顺眼了 杜海涛却不想娶沈梦辰了 2018年沈梦辰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张自己身穿婚纱的照片 大家以为两人好事将近 杜海涛直接澄清没结婚 只是节目录制 恋爱多年 两人频频被传出结婚传闻 却一直没有落实 后来在节目中被问到什么时候结婚时 杜海涛也是左顾右盼 慢慢的就变成了杜海涛不想娶沈梦辰 至于原因 网友也给出了 那就是他在等一个人先结婚 而这个人就是无心 两人同台主持多年 也是从同一个选拔节目中走出来的 有很深厚的感情 在跨了大本营中 杜海涛也是多次表白无心 后来无心参加乘风破浪的姐姐时 杜海涛也是多次坦白 看见如此耀眼的无心也是忍不住感动落泪 但是不管是否和无心有关 杜海涛拖沓了沈梦辰八年的行为 也实在令人诟病 难道真的是谈恋爱久了就结不了婚了 大家对此有何看法 评论区积极留言讨论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